走过美园时代开展 信民众看议员前来参观 看到可乐和面粉袋 立刻勾起许多人的手细记忆 这个面粉袋当初第一次做出来的时候 穿起来硬邦邦的 但是越洗越软越洗越白 它本来是黄的硬的 然后越洗越白越洗越软 到最后摸起来好舒服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妈妈如果用面粉做完的包子 会把这个袋子拿来做我哥哥他们的内裤 真的还有围巾 对美园我们最记得印象深刻 就是奶粉我们有奶粉喝 还有黄豆可以磨豆浆 还有奶油 真的是这样子 这次展览共展出包括面粉袋 新闻纸书籍照片海报杂志等百余件文物 由收藏家金冠宏与台南市文化资产关怀志工协会提供 他说这些文物从民国99年开始收集 当初是为了社区营造 后来发现文物的珍贵 像是这一面美军代训景旗 可是第一批战斗机飞官 至美国受训才货班拥有 世面少见 美国是因为纪念中美的友谊 所以在他们第一批的时候 就发给他们这个景旗 去表达他们的这一段友谊 所以等到第二批级以后 他们就没有这个景旗 那我们的中华民国空军 就是我们的国防部 没有这一面 所以这面只有他们20个人才有 那这20个人 因为很多人都一年早逝 所以基本上这个文物要留下的机率很低 那它的稀罕程度可能会比 那个黑蝙蝠黑猫中队 可能还要来得更稀有 文化处表示 喝可乐穿面粉带衣裤 是许多人的成长记忆 这次透过展览 让大家认识当年的美元背景 与对台湾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 台湾很多的一些生活习惯 比如说吃牛排啊 然后喝可乐啊 其实都是那个年代 一直延续下来了 所以在将军之物里面这个展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当时的一些物资 然后还有当时的一些历史的照片 那当然我们有一面墙 是名人墙 那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年代 很多的一个将军的一些预造 都在这个将军之物里面 当然我们原来的一个将军之物 里面本来就有很多的一个典长品 那也很代表了当年这个眷村的一个风华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呢 让整个屏东县的这个县民 甚至全台湾的一个民众 来到这个将军之物能够感受到 当年走过美元时代 当时眷村的一个很美好的那个年代 台湾的美元时代 在1951年至1965年 这段期间 美国每年提供国府约1亿美元贷款 用于军事 农业 工业 教育 社会医疗等各项援助 对台湾的经济复苏 基础建设 人才培育 技术合作 与社会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 而美元物资包括了脱脂奶粉 面粉等来到台湾 主要是透过教会和眷村发放 在美国 面粉袋的规格是50磅 来台之后就变成了22公斤的台值规格 面食可乐牛排等美元产品 改变了习惯米食的台湾社会 酒吧 西餐厅 俱乐部 西洋音乐 美国棒球等等 就成了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之一 走过美元时代主题站 从即日起至9月30号 欢迎前来参观 评论新闻 蔡理华为德卫采访报道